屬靈的生命 可以說是最重要的 不過人際關係的能力 都很接近 為什麼呢? 譬如有個人屬靈上很有力量 他的教導很有力量 但是他和人關係 都是磨擦的時候 是不是會產生很多問題 但這兩樣比哪樣重要 其實和神的關係 和侍奉能力和人際關係 是哪樣最重要的 同神關係最重要 然後是釋放的能力 然後是人際關係 但是人際關係和釋放的能力 其實是很相近的 同神關係應該高於一切 所以希望大家留意 這件事是需要我們一生學習的 因為人總是容易 有時候人不知道 有負面的想法 負面的講算方式 負面和人相處 或者容易被人影響 就已經是影響我們的生命 就是影響人際的關係 有時候我們沒有留意到 以為我煩一下而已 我不太理睬人而已 我不太關心人而已 因為這件事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有破壞性的 好了 不同的點 其實大家也可以看看我的材料 你發覺我一路進展都是向著同一個題目的 大家看看那些大題目 其實我給了你那些材料 你每一次看看 都是有一路的進度的 例如這裡說到難阻人際關係的一些因素 第二就是難與人相處的人的特色和行為 第三 想建立人際關係 先要建立屬神的聖情和生命 即是從神而來 然後才能夠建立生命 由第四就是如何建立人際關係 由第五就是如何處理人際的問題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盡情 其實大家都可以寫東西的時候 或者你分享 都是有一個方向去的 而很重要 其中一定是有我們和神的關係 而裡面講到一些是個問題 問題在哪裡 神的關係 神的聖情是怎樣 神的屬性是怎樣 然後跟著我怎樣可以處理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訓練人 教導、講信息、分享 都可以有這個程序 我再講一次 大家跟我講一次 例如講到一個題目 講到愛心這樣 我用一個愛心的例子 可以首先一起講一下 第一 沒有愛心產生的問題 沒有愛心產生的問題 然後跟著就是 神的愛心 神的愛心 還有神怎樣可以將愛接給人 神的愛接給人 然後就 為什麼人很難有愛心 為什麼人很難有愛心 然後怎樣可以在神裡面有愛心 為什麼在神裡面有愛心 就是說 看到人的問題 看到神的屬性 他的美好 他的恩典 然後為什麼人得不到呢 然後我們怎樣得到 希望大家 這個是一個可用的 一個常用的 一個 即可用的一個 大綱的方式 就是個問題 由神的恩典 為什麼人得不到神的恩典 我會出神的恩典 然後怎樣活出來呢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 攔阻人際的一些因素 那麽多詞書十三章四節到第七節 我們一起讀 愛是勘九日內 又有仁慈 愛是不疾獨 愛是不展花 不張開 不信在 不收的事 不求自己的應處 不理法 不計算人的愛 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愛好 凡是人愛 好了 這裏就講到 愛是怎樣的 我們想到 難阻人 能夠跟人的關係 就是 一些相反 我想問你 愛是勘九日內 是不是很多人很有耐性 不是的 所以很多人的表現是沒有耐性 相反 因此就是怎樣 經常祝福人的 經常不是口說 而是見到人有需要 立刻幫他 怎樣去扶持他 怎樣去鼓勵他 那人是否時事地想著 我回來後 看看有誰可以祝福 因為 看看今天有誰 先跟我好談 人會多些 找誰 看看我的好朋友在哪裏 我的好朋友在哪裏 因為 看看有誰我可以祝福 那些人先回教堂 找誰 先找朋友 看看誰有需要祝福 當時找朋友 就是我得到什麽 而不是我給什麽 因此是我給什麽 人就是很多時候 就是我得到什麽 很簡單 結婚 那些人結婚 就是說 這個人真是 譬如神偉的簡算 我這一生要祝福他 因為這個人有很多好處 他又聰明 又漂亮 又有錢 又幫到我 人想哪裏多些 那些人 就是我怎麽祝福他 因為他有什麽 祝福我 我們人就會多數想 我們得到什麽 所以 愛是怎麽樣的 想到怎麽 對人好 所以 希望大家 這種心態一改變 你見到人就想 今天我有什麽祝福他 跟我說一次 我見到人就想 今天有什麽可以祝福他 愛是不嫉妒 人很容易叫他嫉妒 嫉妒 嫉妒除了男朋友的嫉妒 就是什麽 哎呀 現在他的領境伯 很多人喜歡 他做組長 很多人喜歡 我做組長的時候 那些人就走 哎呀 這個人心裏有些不舒服 人會不會這樣 這就是嫉妒 不自誇不張狂 人又好 即是覺得自己厲害 即是要厲害過人 我要厲害過人 即是我們其實看 古龍德十三年 很多時候 人就做相反 剛剛做相反 不做害羞的事 很多人就專做害羞的事 那些男女 拍拖就躲起來 做一些害羞的事 而不是追求怎麽 建立關係 不求自己益處 人是不是 成人 不求自己益處 就是成人 看看有什麽 得到什麽 人家可以怎麽對我 是哪人多些 即是經常想到 我參加什麽聚會 我參加什麽 是我得到什麽 我回教堂 得到什麽 很少說 我去到教堂 一方面我得到神的一年 我都想想 我怎麽可以祝福別人 不輕易發怒 我想問你 人通常不容易發怒 人不容易發怒 其實全部都相反 不計算人的惡 有沒有見過老婆老公 很喜歡計算人的惡 有沒有 有 總是記了幾十年 那些什麽不好的事 都全部都記得了 在教育之間 都會有很多事 這樣 聖經說了 人家剛剛做相反 不喜歡不義 自喜歡真理 就是不義的事 犯罪 我們就不要喜歡它 但人有時會很容易 用自己的方式 體貼他的肉體 享受 在生命中享受 很多人來說很重要 而不是追求屬神的東西 聖結的東西 凡事包容 通常有些人是否經常包容 有些人做得不好 就凡事計較 很多人凡事計較 凡事相信 我想問你 這個相信的對象是什麽 因為包容是包容人的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我們要分開 因為相信的對象 是否人 我們都應該信人 信到一個程度 即是說 我們不是說 好像 或者他多少錢 他不知道是否還 就是 即是想一起合作做些事 他當時都不記得了 是否這樣想呢 即是我們對人 都應該有信任 不過 講到最高的信任 就不是在人那裏 即是我們信不是信人 我們信誰 是信神 相信神的一念 還有呢 凡事盼望 是否盼望人 我盼望我兒子 將來成財 哇 他將來賺很多錢 做醫生 那我就誤滿足了 是否盼望在人那裏 不是我在神那裏 所以這個詞 大家就看到 分辨聖經的時候 看到 這裏是講到 就是 有愛心的人 他會凡事相信神 相信神的祝福 所以我能夠愛人 相信神是紀念我所有的愛心的 還有呢 凡事盼望 我盼望 我愛人的時候 神紀念我的 神永遠祝福我的 所以我有這個盼望 我就一路愛人了 因為我知道 從來去天堂 我的心血很寶貴的 那我就有這個盼望 所以我就會經常祝福人 凡事忍耐 那是忍耐 人還是神 但是有些人是忍耐神的 聽到對神有負面的想法 他忍耐聽道 忍耐回教堂 有些人會這樣 但我們希望大家 是很寬理神的 所以這個經文看到 如果那些人做相反的時候 他會不會人際關係好 不會 其實你看到很多夫妻關係 都是有這些特質的 就是相反 計算人的惡 嫉妒 不包容 這些不幸 和輕易發露 所以我們自己就留意 我們自己 在最 最重要的 顯露出 我們的生命 有沒有愛心 在哪裡呢 在大圍 在教會 還是在哪裡呢 最近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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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顯出 你有沒有愛心了 所以希望大家 留意一下自己 平日的生活 好 針言二五章九節 一起讀一下 你 你要輪性 尊重 要與他人面倫 不可洩露人的物事 恐怕聽見的人罵你 你的臭命 就難以脫離 這裏就說到 港人閒話 我想問大家 你見過 基督徒 講閒話 沒有 是不是基督徒 全部都戒絕了 講閒話 喝茶說些什麼 喝茶說些什麼 神真好 今天天道真好提醒 因為說別的事 哎呀 那個人真是很壞 真的很難搞 哎呀 什麼什麼 總是很容易 就會說這些 有什麼說話出來 有沒有發覺 有些基督徒聚集在一起 就很容易說這些 我們就 第一 我們就不要說 不要參見 第二 我們都想一下 怎麼勸戒 因為如果他經常都說 廣傳到人 什麼不夠好 你想找實就找到 一定找到 或者小組不夠好 教會不夠好 用不容易找到 找到 不過每晚說 有沒有益處 沒有益處 我們是應該處理 代討 不是他說的 所以這個 就造成了很多問題 你想想 你想想 你上去一個教會 聚會完了 接著一群一群 有一些去喝茶 去哪裡 還有一些更加不好 去打麻將 去教會 找腳很容易找 這些好不好 不好 因為賭博是神喜悅的 他怎樣都貪錢 他說我找一毫子 一毫子都是貪錢 其實 我們的時間 保不保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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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群一群一群的 走去茶樓 去喝茶 又說說今天 哎呀 彈一下今天哪裡 先 彈一下今天 什麼人 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 你想想 如果那個教會 很多群體都是做這些事 對這個教會有什麼幫助 有什麼影響 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影響是負面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 耶穌幫助我們 處理這些問題 就是說 搞這些問題 我們是為了代替 有需要的仇 可以跟全國人說 那他又不聽 你可以影響多少多少 你說了就放手了 你交給他 你不要控制 你不要說 你要跟我的話 那又不對 是不是你說的 不是 所以你就不去控制他 不過你提議了 是OK的 有需要的 跟祖長說 跟全國人說 讓他們知道 有什麼 你看到的 你想他改善的 你難阻人際關係的因素 好了 第二 一些難以與人相處的人的特色和行為 我們一起讀一讀 驕傲 自大 自私 利用人 自我為忠心 不關心人 不靈性人 不與人有正面溝通 二路 低層 小器 護護人 寄怨 懷怨 對人妖怪高 不看重人 不喜歡人 覺得人人都不好 說負面的話 論亂人 說談話 製造紛爭 控制人 不懂得與人合作 再作事製造問題 好 這些問題有沒有見過 對 驕傲 我們就問問自己 因為驕傲 覺得 即是我們人總是喜歡找 有些人 我比他厲害 我比他厲害 如果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神會怎樣看我們 神起源 你一邊侍奉 一邊說 我比隔壁的小組 現在我多人比隔壁的小組 這樣的時候 你多人不是一個問題 而是你說 榮耀歸於神 這個多人是神的恩典 我都為隔壁的小組 祈禱 求神幫他們這麼多人 即是那種心態 還有說 見到人不好 我就歡喜 一起說 我見到人不好 我就歡喜 就不是疾道 我又不是疾道 見到神祝福我們 就不是驕傲 見到神祝福我們 就不是驕傲 而是歸榮要給神 是歸榮要給神 見到人不好 就不要踩 也不要批評 也不要看小 也要建立 但是人是否通常都很自然會這樣 是否很自動會這樣 我意思是很自動 見到人不好 就為他祈禱 看甚麼能幫他 很難 見到自己好 歸榮要神 其實是神的工作 與我無關 是否人自然是這樣的 很誇張 其實人有些傾向 我形容自動波 我想解解甚麼是自動波和棍波 駕車 雖然有些人會駕車 自動波是這樣的 只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brake 煞車 一個是踩油 還有自動波有一個特色 那個車 你一關鎖匙 它是會自動動的 不過動得很慢 你不用做任何事 你放一腳 它自己會走 不過很慢 但你如果不踩 它會越走越快 它會走越快 因為自動波是很容易開的 自動波是控制軚盤 如何走得對 何時要停車 如果說駕車 自動波很容易 因為它一放腳 它會走 踩油 踩油 踩少少 它會去 所以是控制的問題 棍波不同 棍波是怎樣 它有兩種雕用 一個叫clutch 中文的音量 就是吉利指 吉利指 就是吉利指 不是吉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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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轉波 它要轉波 它開始走的時候 用一波 走快一點 二波 三波 四波 你要入一波 你要踩了吉利指 就是吉利指 就讓那個波分離 然後你就要入一波 入了之後 你就慢慢放外 一放到它準備入 那時馬上踩油 如果不是 那車就死火了 這個可能你聽起來比較複雜 但是 棍波是難駕很多的 所以有些人駕棍波 你就看到它 走到上下 它轉波 有沒有留意到一下 一下子 走到上下 它又轉波 有些轉波 是感覺到的 我想說 人自然嬌慕 看少人 不喜歡人 是自動波 還是棍波 是自動波 是自動波 它自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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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用想的 但是人刻意 我要關心它 我要看有什麼可以幫它 我不要驕傲 我謙卑 我謙卑 這個是自動波 還是棍波 是棍波 是棍波 你要刻意 結果 是人的本性 是不會自動去關心人 愛人 除非它已經養成了這個習慣 但是事實上 很多基督 是未養成這個習慣 或者它又不同難做 有時候 它就說 我都想做 不過不敢做 這也是一種難做 不敢 不敢 你要怎樣呢 我要刻意 依靠神 所以我有動力 有勇氣 不怕 這樣走出來 這個就是 要刻意 在一起跟我講 我們進步 是要刻意的 我們處理罪 是要刻意的 我們侍奉神 是要刻意的 我們侍奉神 你會不會自動去到那裡 就侍奉了 會不會 不用動 就這樣自動 自己侍奉了 我想 我就不想 但人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發覺這些 很多都是自動波 驕傲 自大 自私 都是想到得到什麼 利用人 跟人一起 就想一下 有些人在教會也會 晚上跟人拿電話 為什麽呢 推銷他們的產品 還有 有什麽搬屋 快點找人幫忙 有什麽要做的 就找人幫忙 他想人幫忙 不是一個問題 不過有些人真的來到教會 就是想找人利用 另一種是 掃苦 他拿了很多電話 然後就打 哎呀呀呀 很殘忍 哎呀呀 很辛苦 他找人幫忙是好 但是呢 他有心態 永遠他不會處理 但他會找很多人去談 這樣是不是好 其實不是好 其實我們有問題 不是要掃苦水 我們可以請教人 如果一個人適合 你才可以找他輔導 每個人都會找他輔導 就是我們要知道 就是 你很想得到幫助 我怎麽可以處理這些問題 那你問他 就不是 哎呀我好可憐 很可憐 哎呀人對我不好 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不斷說這些 當你一說到 怎樣處理 他又不聽到 他立即又說回他的問題 哎呀呀 你怎麽知道 我老公壞到什麽 你一說他怎麽處理 他就去說這件事 就是他因為 他被那個 他的思想自動控制了 有沒有認識這樣的人 他裡面 是一直被這些困難 一直推動著的 所以我們強調幫助我們 不要自私利用人 自我為中心 就是說 人喜歡說 我要得到什麽 我要被人注意 被人關心 你有沒有說 我不去那裡教會 沒有人關心我 那你去那裡 你應該關心人 是不是 我們去那裡教會 只是看有沒有人關心我 而是我怎麽去祝福人 關心人 不關心人 不聆聽人 人的傾向 有時在小組 幾個人在一起 就請一些人分享 或者一邊分享經文 有些人要分享 他的生活的問題 我就發現一件很常見的問題 當然有人分享那些困難 其他那些人開始 頭靈靈 嘆嘆 看手機 看這裏看那裏 看這裏看那裏 很少 每個都是這樣 都聽 他沒有興趣聽 因為他不關心人的事 沒有什麽聆聽 所以有人說他的心事 我們留意 什麽叫 對人打開他的心 是什麽意思 譬如說 一個父母 簡直 這個是父母 這個是兒女 有時他說 我兒女不肯跟我說話 有時有很多因素 就是有很多因素 做成這樣 在這個情況 當這個兒女說 今天很困難 其實呢 他是打開了一道門 為什麽呢 我們就在這裏入手 不過很多人入手入錯 他有什麽方法呢 你又多些回教堂 你依靠神你沒有困難 立刻教導 但這個時候他講困難 他就是辛苦 對吧 我們知道他打開了他的心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麽 我們就說 你告訴我 怎麽辛苦 有些被人困難 那就聽他講 聽他講多些關心他 而不是立刻教他 即是這一陣子 就是他打開他的心 即是他有一陣子 有些被你煩惱 被人罵完 即是你壞 你經常上班 好像你這樣 一定會被人罵 那他還想找你聊天 不想 有些我們可以這樣 但聆聽就說 他說 今天被人罵 我們不要第一次想到他就壞了 那你現在覺得怎樣 即是你的心情怎樣 有什麽發生 有什麽發生 我們就要留意 即是我們就不要成為講閒話 但如果你要聆聽 我們的目的都是想輔導 即是幫他怎樣處理 如果你是成熟的 你可以輔導 你就不要加上把嘴 哎呀都是啦 你的老闆壞了 你的同事真是壞了 哎呀真的 這些人在這個世界上 真的太多了 真的不好了 這樣所做的神 就是要追討的 但當你聽到他有什麽困難的時候 你瞭解就去幫他怎樣處理 這樣就是正面 這樣就不是講閒話 但這是要小心的 因為這個處理不好 是很容易變為閒話的 我們看重一定是幫這個人 怎樣正念 不是加一些負面的東西上去 就算這個不好 我們的心不要存在這種記憶 不要計算他的惡 這個是真的需要處理的 好了 接著就是 不宜人有正面溝通 正面溝通 正面溝通就是說 你真是好 謝謝你所做的一切 很開心跟你一起 正面溝通 很多人是很少正面溝通的 下面有講到說負面話 有些人不知是負面話 譬如說 我不想做 他不知道這句說話是負面的 你這樣做 不行的 他出了後 他都不知道這句說話 是別人聽完 你怎麼做到 他說 對 他經常都做不到 你怎麼做不到 他以為這句說話是中肯的 但他真的做不到的時候 你都做不到 是否有幫助 沒有幫助 所以 在那個情況 我們知道說負面說話是沒有幫助的 我們就可以問他 你覺得這個困難在哪裡 你覺得可以怎樣處理 就是去探討 我希望大家記得 這個名詞一起說探討 或者引導 探討就是看看有什麼方法 引導就是你知道 可能你引導他 慢慢去了解這個困難 或者怎樣去處理 這些是正面的 但是人呢 很多時候 你留意一下周圍的人 我很多時候 我聽人說話 我發覺很多負面的說話 很容易就會說 誰不好 很難搞 都我不想做 我真的失望 我放棄了 這類的說話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 我們就幫助我們 知道什麼是正面 什麼是負面 容易發怒 人是不是容易發怒 一叫什麼不合意 就容易發怒 我們就留意自己 低沉 另一個問題 就是 很煩 用不著煩 很煩 很煩 很慘 我們每個人都有問題 怎樣可以不煩 就是看正面 神的事情 你看不好的事情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很簡單 你答應小組 是不是每個人聽話 不是 那些人都不聽話 我做這麼多都沒有用 那你就會低沉 因為祖長都會低沉 牧師全都會低沉 為什麼呢 造極都是這樣 他又要求自己 覺得辛苦 所以這些其實 都是需要處理 就是說 我盡了我的責任 我信教神 親近神 我就放手 不要背負責任 我只是負責做 但我也想想怎麼改善 但我不能背著 任何一個人不能背著 你背著是很慘的 簡單 媽媽經常說 我兒子不聽話 我兒子不聽話 當然媽媽有這個武性 去關心她 但她越背 背著 背著 她又容易發生氣 又要向她兒子發脾氣 第二 就是她越來越武力 越來越低沉 第一 搞到自己低沉了 她幫不幫到她兒子 幫不到 所以我們一定 某程度要放手 但我又為她祈禱 關心她 而是在她困難的入手 怎樣去聆聽 回應她 這就是正面建立人的關係很重要 低沉 小器 她今次都不找我 哎呀 她最近又不記得了我 這些小器 丟求人怎樣對自己 有時候人家說些話 又很容易生氣 或者誤會人 有些人又很容易誤會人 人家做什麼 哎呀 她今次呢 她今次生氣了我 她現在不理我 她現在 她現在 她看到我的什麼不好 就是自己想出來 自己產生 自己產生 有時候人家沒有 她產生一些負能量 產生一些負面的想法 好嗎 這些 其實是不好的 有些嚴重的 有些老人家 哎呀 我的兒子下毒 我不敢吃那些東西 有沒有聽過這些故事 因為她又誤會 小小誤會 越整越差 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說 哎呀 她那天 和那個人說話 紫紫紫紫 又不大聲說 她都不知道在害我 她又不聽到 不知道在說我什麼 有沒有聽到 有些這樣的說話 有些人經常去想 其實 需要這樣想嗎 其實我們心上神祝福 我們神保守 我們不用怕別人害到你 神保守 你害不到你的 好了 記怨 記著別人不好 埋怨 就說出一些不好的東西出來 記在心裡 埋怨就說出來 然後對人要求高 又是有問題的 我希望我兒子做醫生 他肯定做不到 哎呀 兒子 你說我已經預備了錢 給你做醫生 你又做不到 當他要求高的時候 會怎樣 失望 又會生氣 我期望我丈夫 要怎樣 對我好 過的照片 要聆聽 你關心 你當然最好 但事實上 男女就不一樣 男女 通常看重事情 看重要做什麼 而女的 看重關係 和聆聽 和感覺 所以她是困難的 你是需要引導她的 但當你要求 你的丈夫 你一說話的時候 她會說 即是你問她 她真的會說 還有你期望她 猜到你的心 你猜不猜到 你猜不到 你猜不到 你這樣期望 哎呀 我跟她結婚這麼久 她都不明白我的 哎呀 我真的很失望 真的 真的 有時候這些 要求高 就會產生那種很負面的感覺 對不對 我們就說 其實有人 有一點點好 你周圍的人 有沒有一點點好 那你就感謝神 你就不要說她 有一點點不好 人的那麼好 我都感謝神 所以要求高度 是一個問題的 不看重人 就覺得 這個人是人渣來的 沒有用的 做不到事的 或者不喜歡人 看到人 看他的樣子 也不喜歡他 看他的行為也不喜歡 其實找不喜歡的當然有 但是這些積存在裡面 看到人都很厭煩 這樣的時候 容易適合嗎 很難 因為他裡面 覺得世界都是很多問題的 覺得人都不好 說負面的事情 論亂人 說人都不好 說閒話 製造紛爭 這種更加嚴重 就是怎樣呢 告訴一個人 你知不知道 阿蜜水曾經說你的 阿蜜水說你什麼不好的 阿蜜水那次跟你一起的時候 他都說 幸好不是跟你一起 你這樣說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後果 很嚴重 有時人 人很容易感覺 別人說句話 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怎麼產生 接著別人 就將它歪曲了 他說你很大問題 他說不喜歡你 他還跟我們說些問題 但其實那個人只是想 處理方法 所以我們說處理方法 你不要找一個不成熟的 你找一個不成熟的 你找一個不成熟的說 你講完了 他把你的話傳開了 完全變成樣子 所以我們要小心 是不是要小心 那些說話 真的要小心 我們分辨 有些人的說話 如果是負面的 這些人你不可以 跟他講人的困難 你不可以跟他談 處理行動 而我們首先要學 成為一個不去批判人 而只是祝福人的人 這個世界多不多 真是不多 真心祝福人的 是不多 控制人 另一種 曾經有人寫一本書 其中一句話說 他講到 有好朋友 他說 你控制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就會走 為什麼你仇人沒有找我 你今天跟我一起 你不理我 你不喜歡我 你現在 當人控制人的時候 我就想 哇 我跟你一起 我好像壞身一樣 隨著隨著 是不是嚇到人 就算我們侍奉也是 你昨天沒有來 你為什麼侍奉沒有來 如果他也沒有動力來 你更加說 後果如何 他怕就怕 我和你侍奉 原來一次做是做永世的 不可以 我們不能控制 我們引導人 告訴他 我們這個儀仗 多重要 如何祝福人 鼓勵他 現在你做的 神是喜歡的 一般糧水 神都喜歡 何況你做那麼多 神是喜歡的 我們一起同心合意 同心合意就是力量 這個 你發覺我講的 是不是正言 是從神的恩典 任何我們做的 神都喜歡 所以你只要心是正 我想祝福人 我想幫他 神就喜歡 其實是不難的 不過人呢 就是怎樣 哎 哎 你都聽不好 總是想過就不好 一想不好 人就完全變質 但如果心 心完全想 如何祝福人 是否好不同 就好不同 這樣就是神 好了 接著 不懂得和人合作 這是另一個問題 合作的時候 總是 不準時 說一些負面話 叫他做的 又不記得 這樣的時候 很難合作 一說話就說到 哎呀 他都不同合作 他都不幫我 一說負面話 用完合作 很難 這樣的時候 哎呀 他都不給我 權力 他都不給我 放手 這些都是要求 而且在合作的時候 製造問題 怎樣製造問題 又和這個 又說那個 哎呀 說那個力就不好 這樣好不好 其實產生問題 其實這些呢 這個是讓我們 做個鏡 這些不是叫你跟著做 是做個鏡 就留意自己怎樣的樣子 你看到人怎樣的 這個時候怎樣呢 你就不要說 他就剛剛是你中了 全部都中了 全部都中了 你就是看這個 我怎樣引導他 我怎樣嚴恕他 祝福他 那你說這樣的人 真是破壞教會的 其實 個個都會有這個傾向 是我們怎樣引導他 你看到他不好 那猛地記住他不好 有沒有益處呢 沒有啊 所以我們看到他不好 我分辨 我知道有些事情 我不能有交託他做 但是我分辨到 他有這個困難 但是我又看到他有些好 我怎樣引導他 他俗用改變呢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成熟了 好 那你想建立 和人際講的 首先要建立 屬神的聖情和生命 首先呢 第一就是 親近神 而領受神的愛 和憐憫的心 因為這個世界上 耶穌說 沒有良善的 神說 良善的只有一位 就是神才是良善的 就是說人的性 都是有不好的 我自己都有 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是神改變我 我就是神 我不要這些不好的東西 我就改變 是神改變我 不是我自己夠好 所以我們知道 一定是親近神 我沒愛 因為神才愛我 因為神的愛 所以我們改變 所以我們要改變 一定和神的關係 有些人想到靈修 親近神 就想到 哎呀 今天又要靈修了 有些看聖經要去祈禱 就想到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說 那又可以親近神有力量了 神又可以改變我了 可以僵身我了 那麼你想 祈禱又很平安 很輕鬆 又很舒服的 又有那麼多的愛 那你就會喜歡親近神了 就不是說 哎呀又要祈禱了 哎呀又要看聖經了 又要聽道 哎呀這個時候聽到 哎呀這個時候聽到 耳朵就馬上關了 有些人就坐在那裡 就坐在那裡 耳朵就已經關了 那腦子開始想什麼 哎呀想一下 哪個壞了 什麼什麼壞了 聽到的時候 就想到別的東西 待會先吃什麼飯 那腦子就去到別的地方 因為心不喜歡神 但是因為你喜歡神 每天都想神的好 你自己的生命改變了 第二 我們呢 就學耶穌的樣色 馬太十一章二十九字很特別 耶穌這樣說 一句話 我心裡又和謙卑 你會當父我都對我的樣色 我心裡又和謙卑 耶穌真的很柔和幫忙 很柔和接納人 很謙卑服侍人 所以我們就看到 耶穌你真是好 我們有耶穌的樣色 學祂的樣色 這樣 父耶穌對 學耶穌的樣色 這樣 我一說的時候 你就不要掛著 快點填 而是呢 求心 我們的心 這是一個提醒 希望不要介意 一個提醒 我們聽到的時候 我說完了 快點去 等一下 而是 換在現在 這一陣子 我聽到什麼 就是耶穌說 父我握 學我的樣色 這樣 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這個經文講了兩種安息 第一 勞苦丹重丹的來這裡 就得安息 這是第一種 親近神 第二種是什麼 父耶穌的握 做耶穌分為我們做的 學耶穌的樣色 樣色不只是樣子 學耶穌的樣子 不是樣子 而是裡面的生命 裡面的那種愛心 神的生命 當你學了神 那又會怎樣 心裡就會怎樣 必得享安息 你整個人就會改變 所以一個人 變成一個熟神的人 是一定親近神的 就不是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當一個人時事想人的不好 他的心裡就會變得怎樣 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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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批評 會粉絲疾俗 對不對 好了 下一點 第二項 不為惡人而心為不平 詩編三十七篇一支和八支 不要為作惡的心為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疾道 你可以一起讀 第二項 第八節 當止著露氣 你氣憤怒 不要心為不平 以致作惡 什麼叫心為不平 哎呀 真是激氣了 哎呀 真是 這個人真是不好了 這個是心為不平 他這裡呢 他是講到作惡的人 今天作惡的人 當然要當他 這個是謊 來的 作惡的人是不對 但是不代表你的心 就心為不平 當你的心為不平 有什麼後果 這裡就說什麼 以致什麼 以致作惡 因為你的心一邊生氣 你就會作惡 其實世人都犯你的罪 是聖經好前所說 但這是很多人很難接受的 哇 這麼多人一刻犯這麼多罪 幾個徒都不好 全都人都不好 就沒有人接受人就是罪人 其實人就是罪人 是不出奇的 聖經已經說了 人人都是罪人 所以看到罪人 是這樣的 不過我想一下 如何祝福他 援恕他 如何幫他 我們侍奉的職責 就是改變人 就不是看人多麼不好 於是放棄 而是說 我不要因為他而心為不平 不要激氣 不要怒吵 因為激氣怒吵 那心是怎樣 作惡 還有不平安 不輕鬆 神要做的人多麼多 神要改變的人多麼多 是不是很多人沒有聽話 不是 神在天上 是不是 嘩 嘩 嘩 是不是這樣 如果神是這樣的 他經常都很激氣怒吵 但是神就是 柔和謙卑 在天堂 你會見到 譬如 有些人上到天堂 會見到 嘩 每個人在做檢討大會 嘩 檢討這個教會 嘩 真是不好了 真是這個世界真是不好了 是不是 天堂是這樣的 不是 他們每個人都好像快樂的神仙 每個人都輕輕鬆鬆起來 那你說 神啊 你好像沒有做事 神就是這樣做事 他就輕輕鬆才做到事 這樣的時候 就影響人了 所以你親的時候 你的心就會說 我接受 世人都是罪 其實很多激氣怒吵 就是接受不到 人是罪人 接受到人是罪人 你就沒有激氣了 接著呢 就是不要自私 不要輕易化樂 不要計算人的惡 就是這些都是一個 建立人的關係 首先我們 從神那裡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化樂 不計算人的惡 有這些屬神的生命 好了 怎樣建立人際關係 我們一起同學 第一 實際地愛人 心態善上 祝福人 譬如前書四文八節 最要緊的是 切實彼此傷害 因爲愛 我只是演他 都是罪 那個愛 就是切實傷害 就是 那個人有哪個需要 就愛他 有時候很少的事 有一個人拿著東西 然後掉了東西 馬上去幫他 有一個人要開到門 他拿著東西 馬上去開了門 很少的事可以表達你的愛 有一個人在搬搭 馬上去幫他 你說 這些搬搭是那些人做的 不是我做的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是這樣的 整天都是做事的 有時候也會這樣的 就是那些人做的 我們教堂有些人 那些人做的 那我就來到 聊聊天 這樣想一下 好嗎 我們切實傷害 就是 搬搭一起搬 有什麼幫人 立刻幫助 有個走路 有困難的人 扶一下他 這些就是切實傷害 也都在屬靈上 關心人 是不是屬靈上指責他 什麼不好 而是屬靈上去告訴他 神很愛你的 你也很寶貴 就算那些人走來走不到 你也會告訴他 你的祈禱也很重要 你為人們祈禱 神很喜悅 所以你也可以侍奉神 這樣鼓勵人 好的鼓勵人 用神的角度 神歡迎你這樣做 我希望大家記得 神鼓勵人使喉 是否說你要幫到很多人 所以我就大大上次來 不是 一杯涼水 很簡單 做到一個小子身上 你就去探望他 你給食物 神都會賞賜你 容易嗎 其實神給人是容易的 當然神就不是說 你停在這裡吃一杯涼水 我一輩子用幾多 一杯涼水 我們就開始繼續下去 這句說話 會鼓勵人 一杯涼水 神都紀念 神都賞賜 所以我們更加幫多些人 更多祝福人 神呢 在做的時候 都可以鼓勵自己 你不說自己厲害 感謝神 我今天鼓勵人 神喜悦的 那你鼓勵自己 鼓勵自己 都是對的 不過師父不要說 我今天有很多功勞 有很多功勞 有很多賞事 那就錯了 神啊 感謝你 你感動我 我今天願意幫人 是你的工作 我感謝你 那時候 你都會欣賞自己 你有沒有為神做的事 有 那你說 多謝神 神感動我 我又聽話 這樣是否容易鼓勵一些 但有些人不是 哎呀 我傳過福音 不過那些人又不相信 哎呀 還有很多個未傳 哎呀 真的很多事做都未做得完 那時候呢 覺得怎樣 壓力 所以我們不是加憎壓力 不要加憎人的壓力 也不要加憎自己的壓力 而我們這樣實際鼓勵人呢 神就喜悦了 神可以用你的 任何一件事 你就是關心我人 你為人祈禱 神要歡喜 好了 接著 第二就是盡力 與眾人和睦 黃馬書12章18節 若是能行 總要盡力 與眾人和睦 即是能行 有些人真是你很難和睦 不過你做了你的本分 有些人你可能招呼他 他不太理睬你 不過你照招呼 有些人好像對你有種負面看法 我們怎樣 通常人會怎樣 不理睬他 我以後避開他 他走到另一邊 他坐這邊 我坐另一邊 這樣的時候 就開始 教會就有訓練了 但我們說 我們要靠著耶穌 去得勝 你走過去跟他說 可能他沒有什麼反應 但我們照樣去做 照樣祝福 但有時候他會拒絕你 你可能有些行動 例如送些小食給他 帶多一瓶飲品 請你喝 我需要你喝的東西 你立刻 哎呀 我對他好 他也不好 哎呀 真是 辜負了我的心 這個人真是 落地獄 這個人 但這個人 就變得越來越生氣 但你說不要緊 我做了 神會賞賜 神賞賜 但一旦你做完 又生氣 神就 算一下 你又建立又拆位 所以你說不要緊 他不接受 不要緊 我依然對他好 用好的方法 用一個智慧的方法 求神幫助你 有時候 什麼方法容易入手呢 他做什麼好事 就是欣賞他 都會很接受 今天做得很好 有時候人就是一種 小小的誤會 你那次不太慘我 你那次沒有欣賞我 所以就生氣了 我們就衝破這些誤會 就是遵力於眾人和合 好了 思念和紀念神和人的美善 譬如比書聖音八節 第一門 可患有未盡的話 凡事真實的 可敬的 公義的 清義的 可愛的 有未明的 又有什麼德行 又有什麼稱讚 這些事 都要思念 好了 我想問你 這些真實、可敬、公義 是講到神 還是講到人呢 是講到神 因為人呢 神 神 人 就是那個 神是說人 即是說 凡是真實的 人裏面有沒有真實 有沒有真誠 有沒有跟從真理 都有 他有跟從真理 可敬的 神當然有 神是真實的 神是真誠的 他是可敬的 公義的 基督圖有沒有公義 有 但是他總有一些不好 我們是不是又看他的公義 又看他的不好 我們知道就行了 就不要記掛 心知道就行了 為什麼要知道呢 我們知道他的軟弱 我們懂得如何預防 懂得如何處理 但我們知道我就不會 但他不批判 其實我們要數人的 不要數不數到 一定數到的 但是呢 需要不需要數啊 不需要 我知道就行了 譬如有人常常遲到的 那你現在要開聚會 那你會找他 麻煩你快點和我開門 可以嗎 可能他做不到這件事 那你不會找一個 遲到的人去開門 這個就是我們分辨到了 清潔的 即是聖潔的 可愛的 可愛的 不是好像有兩個酒粒 那些微膚很有彈性 而是呢 他那些做的事呢 都是令到人覺得被愛的 真的呢 是令到人覺得很舒服的 有美好的明星的 有什麼德行 有什麼稱讚 這些事都要紀念 就是說呢 有什麼人的好都思念 思念接著會怎樣呢 就稱讚 稱讚又會怎樣呢 支持他 欣賞他 鼓勵他 這樣就 這個就是一個正面 其實衝破很多關係 欣賞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你欣賞的人 是不是代表你 說他全都適合 不是 你不用說 他有很多不好的 我怎麼可以稱讚他 他有不好的 那些他負責 我只稱讚 我見到好的地方 那這個是 的而且我去衝破很多人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 你需要處理一個人的問題 你先不要看得住你 第一 先說一些欣賞的說話 我很欣賞你的事 我很開心和你一起師父 我看到你很多的愛心 你願意侍奉神 我真心跟你說 我真心覺得是很好的 有你一起真的好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說 就是我們怎樣處理一個問題 我問一下你的意見 是不是這樣容易一些 但如果你說 你這樣做 這樣就不對了 聽完會怎樣 他聽完會怎樣 立刻發火 立刻起降 我說你不用他先起降 我們只是說 我看到一個 我想請教你 在這個情況 我會怎樣處理呢 好了 那就看到和欣賞人的長處 肥勒比書二章三節 凡事不可結黨 不可貪圖虛放一榮耀 只要全身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那你說 明明我是很強的 但現在很多人信耶穌 他做少少了 那你說 我比他強 但這個說 那個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明明我強 為何他強過我呢 因為他總有地方好過你 譬如我 主法一定不及你們 我有很多事情不及你們 有些細心不及你們 總有地方 有些地方關心人 總有不及你的地方 我說你不要比較你自己的強項 而是我弱項的時候 總有人比我好 第五就是 一起讀一下 用心靈聽 給別人溝通 建立人際關係 即是說你想建立人際關係 用心靈聽人 又和別人溝通 溝通很重要 很簡單 譬如說 你有一天累 好 眼疼 那你回到教堂 你就坐在那裡 又不要採人 又不要出聲 那些人又說 為什麼你今天 是不是生氣了我 有些人會這樣 你不出聲 你是不是生氣了我 有些人不出聲 你會說自己 糟糕 他今天生氣了我 這是做你的問題 但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今天有點不舒服 請你原諒我 我今天不出聲 那些人就會明白 譬如我 你看到我 我經常見到人 我招呼 關心 如果你看到我 縮在一邊 坐在那裡 又不出聲 那你說 你牧師是不是生氣了我 說我們不愛主 現在不理我們 這就誤會了 所以 我講一聲 雖然我今天來講 訊息難 我當然沒有 我只是假承 不過今天有點不舒服 你看到我有時候 我爸爸爸爸 你明白為什麼 這是溝通 我們在家裡 都可以這樣溝通的時候 或者我這樣做 其實我的原因是什麼 這樣解釋給別人 人家就會接受 我希望大家 用心靈聽很重要 一靈聽就知道 有些什麼地方開 開了道門 我可以祝福他 關心他 有些什麼地方 他需要的 我就在那裡入手 可以去祝福他 又跟人溝通 和建立好的人際關係 就是說 其實建立 是難的 插位 是容易 一次插位 你想建立 要多久 很久 很久 所以我們真的 努力的建立 如果要處理事情的時候 就真的要求神 給我們聰明智慧 一會兒我們休息之後 就會講到這個 如何處理 在我們休息之前 我也講講 我為大家祈禱的目的是什麼 我想大家明白 我想大家明白到 神很接近我們 我們隨時 相信神也愛神 即使神的臨在 是很真實的 我在YouTube Facebook Facebook 是很久之前 我就放了兩個影片 在南非的 是講英文 不過有足文字我 就是一個人 他怎樣形容到 在祈禱的時候 經歷到神那種偉大 他真的很特別的經歷 很感動 另外一個 就是在未見我之前 他就發文見到我 還有祈禱的時候 覺得很喜樂 這些都是讓我們看到 原來神的動作 可以這麼真實 我希望大家渴望 渴望神 上一次也有個姐妹說 她一走出來 為何就搖 因為神的能力 有些人強烈 聖經講到 約翰和蘇羅 他一見到耶穌 就立即跌到地下 因為神的動作人 就會感覺到能力 你越親近神 你就越能夠經歷到 那你第二天為人祈禱 就更多人經歷神 更容易大個信耶穌 所以這就是我們為人祈禱的目的 想你保持 回家保持 多祈禱 保持 將來我們有這個聖靈聚會 7月14號 我們就可以出動 出動為人祈禱 他們又經歷神 他們又會對神有更大的回應 和你到處去可以大人說和蘇 這就是我的原因 大家出來都留意一下你的經歷 和我們來的第二天祈禱 他們都有經歷 有訓練他們 你們一被訓練 將來又踏出去 這就是我的目的 我們現在看第五項 一起讀一下 如何處理人際問題 不被人影響 不代表不處理有問題的人物或行為 我將這件事分開說 如何處理人的問題 我們要學習不給人影響 就是說有個人不好 他發脾氣 他和人相處有問題 我們學習不給他影響 因為他發脾氣 我們不要為惡人心懷不平 以至犯罪 我們不要給他影響 但是我給他影響 不代表我不處理 但是處理是看人的 和看情況的 譬如如果你家裡有個老婆婆 老公公 幾十年都是這樣的 那你處理可能 那個果效是不同的 因為你知道他經常都是這樣的 譬如 暗暗沉沉沉的 經常都暗暗沉沉的 經常都是 很多不開心的 當然你可以嘗試幫他 但是你知道有些人是比較難的 還有有些人是比較困固的 性格很難改的 但是在侍奉是不同的 就是侍奉裡面人有問題 是可以造成對教會的破壞的 所以我們需要處理的 這裡裡面就講到一些處理的原則 我簡單說就是 最好的情況就是幫到他處理 以致他成長 這是最好的情況 但是不好的情況可以有什麼呢 第一種他從你成為敵人 他以後針對你 還有還有一種好 他猛地講你的閒話 在整個教會之外攻擊你 在教會之外攻擊你 哇 很大問題 所以我們處理 是要小心一點 這個不好的問題 或者這個人 他將問題一路擴散 這些不好的問題 不好的後果 另外有些就是 你是勸他他沒有去做破壞 不過他的心就受到傷害了 他以後都很憂傷了 以後都很難和你相處了 他很怕和你一起了 這種一種的後果 另外有些呢 比較好一點 他又會聽聽你 又會改善 但是他的心仍然有人喜歡我的 人都說我不好 另外有些真的會一路進步 其實有很多種吸數的反應 我們知道人可能會有這種反應 我們就去預防 想著是會有可能 會有這件事發生的 而處理問題 最好就是面對面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的表情 看到他的反應 譬如你跟他講 他的臉都黑了 嘩 眼睛又有光的 他好像在發生生氣 你立即停一停 先不要繼續說 停了先 要是你可能造成 即他根本在那時候發生 他會不會聽到你說話 他聽不到 他已經火遮眼了 那時候你就知道 要退一退了 然後你想一下 怎樣的方法 即是處理問題 不讓你影響 是第一步 因為如果我給你影響 可以用 有時候有些人處理人的問題 會怎樣 你那樣 你真的很不對 我們這樣的教會 怎樣侍奉 當我們這樣處理的時候 造成這個問題 他就反過來攻擊 他那天怎樣處理的時候 怎樣攻擊我 我親眼見過一些教會分裂 就是有時候處理過程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幫我看看後果 是什麼呢 教會分裂不是兩個教會 某程度上來說 在天國可能有些好處 那又多了一個聚會點 可能有多一些人 不過 有很多不好的事 我們不知道 裡面有幾個人受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也不知道 哪個對哪個錯 通常有一個人 領袖說 他有些問題 到底這人不受教 因為處理的方法 不恰當 我不知道 我又不需要批判 不過總之 我看到後果 就是分裂了兩個教會 所以我們自己怎樣預防 就是我們要處理事的時候 我知道這個人有問題 我怎樣處理方法 有時候 譬如牧師處理一個人 跟著那個人攻擊他 或者你們處理一個人 那個人攻擊你 那你就真的要很留心 你就要祈禱 還有你平日跟這個人相處 如果你發覺 你有什麼提議 他都起床了 那你真的要很小心 你要想一下策略 有時候你需要找領袖 跟你一起處理 以至那個責任 不在你身上 不是我們推卸責任 而是那個人不會說 是你對抗他 而是我們一起 即是有些精神 一起去處理 就不是對付一個人 而且我的處理方法都很重要 因為我的處理方法不好的時候 就造成攻擊 他那些態度不好 他的發脾氣 他那些說話不好聽 也造成一些攻擊 有時候會怎樣呢 譬如這個領袖 他處理的方法 他有一些地方 令到 其實過程我是知道的 他兩個人知道的 發生什麼事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人就說 就跟別人說 那個領袖 那天這樣處理 他真的不對 那些人就附和了 他又跟著那些朋友說 跟著說說 一堆跟著他走了 到底是怎樣呢 審判的時候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呢 有時候很難分辨 這裏就是預防了 所以心理上有這種心態 處理問題可以更加嚴重的 好 我們一起看 第一 最好在平時 首先教導教會 或者群體人際關和處理人際問題的原則 平日已經教開了 我們一起相處的時候 我都有一個文件 寫了一些相處的原則 比如什麼原則 你知相愛 合一 正面溝通 有什麼事情 是需要處理的 都會帶出來 就不是什麼事情都處理 其實這件事 不是什麼事情都處理 我見過有人是怎樣呢 有人坐在那裡 還有腳放在椅子上 有時候有些女孩子 喜歡這樣坐 那個人走完 你的腳不要放上去 其實這些事情 你可以用一個角度 他的腳放上去 我好像沒有看過 這個真的 有時候是否需要處理 我們真的有時候很難判斷 這個真的要求神給為智慧 但是當這個人 他經常跟這個說 這個有什麼 的時候可以造成一些問題 以及那個態度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些原則 就是我們不是什麼都處理 而是需要處理的處理 以及有愛心的 有合一的 以及不要背後說閒話 我們是建立神的家 我們不是建立自己的群體 也不是控制人 就是把這些原則都寫出來 尊重人 欣賞人 多些欣賞的說話 這些原則就會保護這個群體 因為大家都有這個寫出來的 一個原則 大家就知道 原來有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是怎樣處理的 第一就是平時的教導 第二 最好 我可以讀一下 最好就是問題 剛出現的時候就處理 不要等到問題 更嚴重才處理 就是發覺這個人 講閒話 只聽到少許 他喝茶就在講閒話 只聽到少許 他還未曾講到 牧師 有什麼問題 他聽到少許 就是這個問題 需要處理 有時的處理 可能不是一對一 可能是雜體教導 雜體教導 就是講到 關於閒話的訊息 讓大家去留意 因為 為什麼呢 有些人很敏感 你一處理 它有很大的反應 但是 的確 如果問題是有的時候 一定要處理 例如 如果發現某一個人 對於領袖 是有些負面的看法 是需要很快去處理的 因為如果不處理 他會散漏 他會一直說 領袖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說著說著 整個教導都說 領袖不好 這樣 這個是可以很大的破壞性 所以當一知道這個情況 我們馬上要處理 有些人會說 那他的確有些問題 我想問大家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傳統是沒有問題的呢 有沒有一個傳統是完全像耶穌那樣的 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的 就是總有一些 就是 你各方面 你看一下廣道的能力 廣道的長度 待人哲悶 是不是溫和 是不是有智慧 唱歌有沒有走音 就是很多樣東西 就是沒有一個人 是每一個人都 適合 適合 總有一些問題 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有問題 就是人有問題 是不是代表我們這樣處理呢 人有問題 我們就嘗試去改變 但是有些人的確很難改變 就是他很難 有說話 可能是 吵吵吵吵的 那你上去說 吵吵吵吵 真的很難 有些人是不能夠要求 但是有時候 有些是怎樣 他會說話 有些人會受傷害 我都想說一件事 傳道人和牧師 不是必定對 我不是叫你走去 你的牧師傳道 說你不是必定對 不是這樣 而是他真的有些問題 是影響教會 教友是有責任 這件事 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我們不是去走去 牧師 你有一點點問題 我現在看到了 我不是叫你這樣做 而是譬如 如果 他有些 譚慧令到一些人受傷害 譬如說話的方式 有些人會受傷害 教友是可以向他表德 讓他留意到 這個是出於愛心 千萬不要說 你千萬不要說我這句話 要牧師說我 我們要找你 你把他站在他身上 而是你分辨到 這個是有影響力的 你需要跟他說 我先分開說 傳道人領袖 總有他一些地方 他有他的遠遠 我們就諒了這件事 事實上 我問你 你去到教會 這個傳道人 都挺好的 不過我希望 將他變成一個完美的傳道人 我希望大家去教會 不是這樣的心態 你不可能 將他變成一個完美的傳道人 我們 有很多問題 我們未必去處理 但有些問題 需要的時候 是嚴重的時候 是需要處理的 但其實事實上 傳道人 絕大部分 都是想祝福人的 不過他做的時候 可能有些地方 未做得那麼好 而是有很多 教友的而是需要處理的問題 我們就分辨 到底這個問題在哪裏 這就是需要智慧 還有一件事 我們都要學習的 我們不是負責整個教會 我們的責任某些事情 你不要看我 就是負責所有的人 那些是領警派 那些有什麼不好 這個港獨有什麼不好 那個組長有什麼不好 這個癥結有什麼不好 就是我們不要做了教會的監管人 我們不是教了警察 去審查整個教會的事情 這個態度是不應該有的 但我所說 就是有問題出現 我們是需要處理的 第三 一起同學 先單獨與人處理問題 需要事才幾個人處理 然後才整個教會處理 馬對方十八章十五節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著 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 指出他的錯誤 他若聽你 你免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聽 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戒證 句句都可定準 有時不聽他們 就告訴教會 有時不聽教會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碎你一樣 這裏就說到 如果有人得罪你 即是說他有些事做得不好 那你就趁 只有你和他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跟他說 不指出錯的時候 我們都是很留意自己的語氣 如果他聽你 那就得了你的弟兄 如果不聽 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去 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 句句都可定準 每句話都很清楚 到底說什麼 有些什麼發生 然後如果不聽 就告訴教會 如果不聽教會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碎你一樣 這裏就告訴我們 就是處理的方法 第一就是一個人 我作為牧師 在教會遇見過不同問題 有些人他就不肯這樣處理 有時有些人的確確不肯 他找我都是一個好的方法 因為他說出一個問題 我講一個例子 有一個姊妹跟我說 她說 我回到學校 我們教會 就有另一個姊妹 我走過來和她招呼 她又不招呼我 總之在學校 她好像不吃我 這樣 這件事要處理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那我就說 不如我跟你和她聊 她說不行 談就不行 談就不行了 如果她自己處理到 譬如她真的自作為和她招呼 而處理到 那就最好了 但是 如果真的不處理 她又開始生氣這個人 在教會分裂了 這個問題是需要處理的 但當我處理的時候 我發覺不像她所說的那樣嚴重 人有時候看事情都看得很嚴重 而我通常來處理 我兩方面都令她覺得被愛 被關心 我們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用這個角度 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怎樣處理 應該就是一個比較 就是 不是傷害人的心態 那 就是說最好這個人肯跟那個人說 那如果不行的時候 就找另外的人一起去跟他說 那真的 譬如大家 如果你真的說 我不懂得處理的時候 你是需要找領袖 找全導人去處理的 那這個就是聖經講的原則 就不是 千萬不要 有些人的方法是怎樣 有些什麼問題 就可以說給幾十個朋友聽 然後幾十個朋友 哇 她不理睬人的 然後呢 就個個都不理睬她 哇 那個問題真的很嚴重 就是有時候 人的問題可以是少少的誤會 就是 人有時候有些問題 有些人的確是有些盲點的 他在態度上有些問題的 好了 接著第四 第四點 處理問題時 用柔和公平的方法 用事意去對人 就是用柔和的方法 和公平 兩邊都聽 不要爭埋另一邊 譬如我輔導夫妻都很多 那很多時候 通常比較多是太太 找牧者比較多 因為通常女性會出聲多些 還有輔導的時候 我們常常都看到這種情況 有些不是困難輔導 譬如是婚前輔導 或者婚姻輔導 請她這樣說 問問她們 你覺得 通常我們不是第一開始是這樣的 問問她們 對於關係怎樣看 你有否信心 你想否建立關係更加好 你有否欣賞對方 然後我就問她們 你們在相處的時候覺得怎樣 很多男性 沒有什麼是多好 那些太太太太 她就說 她又不跟我溝通 她又不回應我 她又不回應我 她說話又不適合 通常女性會看到很多問題 因為女性的細心 和女性的體育關係 男性就說 總之我和你一家屋住 我又做某些事情 我們一起住 生活大家都可以 又沒有吵架 又沒有什麼 那就OK 她就覺得OK 但女性就期望她 她在拍拖的時候 關心她 聆聽她 知道她的感覺 看到她有什麼困難去輔助她 例如男性覺得 OK 你有病 我帶你去看醫生 你就可以了 但女性就不是這樣 女性就期望你 你有病 你覺得怎樣 有沒有不舒服 心情怎樣 有沒有不開心 睡不睡到覺 她期望這樣 我帶男性 讓我想到這麼多事情 帶你去看醫生 醫生搞定 我什麼搞定 她看到是不同的 於是她來講 她就覺得 我已經做了好的丈夫 原來有人覺得沒事 有人覺得有事 但是 我兩邊都聽的 兩邊聽的時候 那個男性又會說 我又覺得 我太太很暗沉 很長氣 她又說很多次 其實 那個太太可以這樣 如果她給她辯方 她會這樣說 就是你不聽 所以我就說他很像 這樣 然後她又說 那你說話 語氣不好 那你語氣又怎樣 那他們兩個就吵架了 那我輔導的時候 不能這樣 一定是說 我聽到你 你覺得她說話的時候 有點長氣 那我就說 原來我們兩個都要留意 你又可以聽她多些 回應她多些 而太太 聽到她有些問題的時候 又不要用極氣的方法 那大家舒服一點 然後我就會 嘗試叫她們兩個溝通 說給她們怎樣正面溝通 然後你嘗試溝通 一些問題怎樣處理 試用正面的方法 然後有時候在輔導的時候 我又會截停她 對你那些說話 你覺得令到對方有什麼感覺 那她又會想 對呀 令到她不舒服 那我說 那你可以怎樣說 我用這個方法去引導她們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覺得哪些人錯 有時候 總是覺得這個錯多些 那個丈夫錯多些 很多人會這樣 其實兩個都有她的錯地方 那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兩個都不要強調她的錯地方 而是兩個都看到她 就是想努力的 怎樣去改善 用這個正面的角度 這個都是正面看問題 負面看 你這樣不好 那你怎樣搞呢 這個就負面 但是說 不要緊 原來這個問題在這裡 那你覺得你想不想改善呀 就這樣問她 想不想 那你可以改善呀 你這樣嘗試去做 那就可以改善 這個就是正面 但是另一個就說 她誰去做呢 她沒有做的 她不肯做的 她又不知道那是負面的 因為她覺得她這麼久都沒有做 我說 你暫時給點時間 大家想不想 丈夫 怎樣改善 那太太馬上說 不改善 你做不到的 那丈夫有沒有動力改善 沒有啊 所以那太太的時候 給她一些耐性 但是因為她平日習慣了 是沒有耐性給她 所以平日就 她都沒有做 她都沒有做 於是她就 丈夫就覺得 我做都沒有用 那我就不做了 還有她喜歡 我走出街 走出街的人 聊天沒那麼煩 你真的很煩 這個就變成了一種破壞性 就是因為負面的溝通 負面的溝通 就是總是說 你什麼不好做 但如果說正面可以做什麼 我們嘗試做什麼 但有時候 一個人嘗試做什麼 另一個人又不配合 你都做得不夠好 又是破壞的 但如果說 你有努力 非常好 你有努力 有時候能截斷骨頭 就是那個人幾難都好 柔和的舌頭 可以截斷骨頭 好 接著第二 下一點就是 一起度 不要批評 論言諷刺 或傷害的方法 為處理 有時候有些人會諷刺 諷刺其實很難受 你直接告訴他 告訴他 有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 我們可以怎樣改善 這是最好的探討 一起說探討 或者有時候是引導 你知道的方法 你就引導他這個方法 諷刺是怎樣的 有些人 老婆的東西又不理 怎麼行 他又覺得 你是說我還是不是說我 有些人是誰 為何你不是說我 為何你說有些人 他聽起來很刺異 你有沒有試過有人這樣說你 諷刺 側面地說 有些組長什麼什麼 但又不是告訴你 其實是告訴你 不過我直接告訴你 其實這方面都是不好的 不要彼此野氣 加勒太書 加勒太書 我們接著看下一點 時間問題 我們看快點 接著第六 接受我們的漢法 或態度 可能有偏差 留心自己 有沒有規矩 就是我們 有時候 我們會處理得不好 人總有處理不好的地方 所以需要反省 很多時候 我傳訊息 如果需要處理這些問題 那時候我先讓我看看 我問他 我問他 這樣傳人有沒有問題 就是有多個人的意見 是更加好的 但我跟太太說 那一刻 你知道我有些面對的問題 所以你需要用很正面的方法處理 讓他不好 他又直傳了一些負面的想法 我感謝主 他又很任何的 但我也提他 我們會一起處理某些事情 某些人 他知道很多事情 但我想建立他一個正面的生命 我不想因為處理問題 變成他對某些人有負面 而在聖經中說到 凡是不可規限人 其實我們有做錯 我們不要做的事情 是規限了人 第七 一起説 自己有錯事 願意認錯 所以我們要給此認罪 雅各書五章十六節 就算是領袖 我們都需要向我們下面的人去認錯 父母都需要向子女認錯 如果有做錯的時候 接著第八 處理問題是用探渡的方法 不要一開始就定對方的罪 探渡的方法 例如 你一起讀 我聽到某些事情發生了 我想聽聽當時發生什麼事 而不是說 你那時候罵他 你先聽聽他說什麼 你問問他有什麼事 第二 當人有罪會事 有這事情發生 你覺得怎樣呢 即是你覺得怎樣呢 有這件事發生 接著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某人的行為 有他的原因 先聽了他的看法和行動 先了解問題 再去詢問他 你覺得這樣做有沒有問題呢 即是說 譬如他有一個人 他每次都批評人 坐在那裡 他又說人家坐得不正 我們就問問他 你覺得這樣做會有可能的問題呢 就問問他 可能他說 他坐得不正 我當然告訴他 但你覺得那些人聽到會有什麼感覺呢 這個就是去探討 你覺得這樣做會吸對方有什麼感受呢 好了 第九 有時候人的問題 可以是一場誤會 有時候真的有點誤會 有時候 解決方法 可能是引導對方去更正 或者教導對方 有時候解決方法是這樣 只要在嚴重的時候 才需要用較嚴肅的處理方法 即是說 有時候他們兩個有相處不好 可能引導他們 下次會這樣 就解決了問題 即是不用每次都說 找到教會 我們盡量處理 就是能夠輕鬆地處理到的 第四 有時候需要雙方的道歉 和磨解 和饒恕 即是有時候需要道歉 要做錯的時候 第十 有時候問題難以處理 可以請傳導人或其他領袖幫助 第十一 不要看犯罪的人為仇人 貼上來後書生了十五節 但不要以他為仇人 要勸他如弟兄 然後《高林德》後書二章六節 只有那些人 甚至眾人的責備 有足夠了 不如赦免他安慰他 免得他憂愁太過 甚至沉淪了 就是說 不要當他是仇人 還有他認罪 便便赦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憂愁太過 甚至沉淪 然後十二 不要傳閒話 不要說 那天他處理的時候 那天他说些什么话,原来他这样看你的 那个后果会怎样? 那个后果就是教会破裂的 所以我们留意一下,我想问大家 过去一个月,你有没有说过行话呢? 你想想,神啊,这些行话可以造成什么破坏呢? 我们先讲到原来一些行话可以造成这样的破坏 一个月说些,一个月说些 有些人一个月不是说一句的 有些人有很多个月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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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真是仇神帮助我们 知道行话的重要,就是那种破坏的事物 真言二五章九章 利临舍尊重,以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留有物事 第十三章 当有一封有努力改善,马上欣赏和鼓励 你进步得很好啊 可能他还没有进步过,不过不要紧 例如你的子女或者孙子,他本来不合格的 现在五十九分,以前可能四十分 现在五十九分,你很厉害了,你进步了很多 你下次会合格的 但是不要说,下次要努力点,不要争斗了 只要一分,你昨晚没法打你 游戏机就没事了,你就一年六十分了 总是欣赏鼓励,觉得舒服点 我们一起读一读大主题 如何处理人制问题呢 很简单地读一下 第一,最好在平时先教导 教好的群体 人制关系和处理人制问题的原则 讲回处理人制问题的要点 第一,平时教导 第二,中文第五项 中文第二项 由现在读回处理人制问题的那些 黑色字 最好在问题刚出现的时候就处理 第三,先单独与人人处理 我们跳过了 第四,用柔和公平的方法 用善意去对人 然后呢,接着第五,不要批评,论断,讽刺或伤害 第五,接受我们的看法或态度可能有偏差 第七,自己有错时愿意认错 第八,处理问题时用探讨的方法 不如一开始就让对方的尽力 探讨的方法就是 去问一下 这样的处理方法会不会有问题 可以如何处理 就是用探讨就不是 最好就不是避免用指责的方法 第九,有时可能是误会 第十,可以请传道人或其他领袖帮助 第十一,不要看犯罪的人为仇人 第十二,不要传言彭华 第十三,马上因上和鼓励 好了,大家现在分组讨论 你觉得有好的忍制关系对事物重要吗? 这个时间关系,我想这句不用说了 这句大家都知道了 第三,你先说一下 怎样可以在事物中建立好的忍制关系 第二,你觉得自己在忍制关系上 有什么需要处理的问题或伤害 你可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呢? 就是说一下 怎样能处理有好的忍制关系 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 大家讨论 然后稍后就出来 找一个人来分口 雷街 换一切 背包 また 什么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